有羅敬碩說 若秒殺秒殺再秒殺 他就會脫 去哪裡喔 羅敬碩 吳堅秦在高雄巨蛋的演唱會 才剛完美落幕 就立馬宣布要進攻台北小巨蛋啦 在台上總是忍住不哭的風澤 自爆其實因為偽禁媽媽的熱情抱抱 又小小落淚 你今天還為了這事情 跟我媽大吵嗎 幹嘛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就在我的那個 那個KBOX一起聽 我就說而且我媽那天很糗 進來抱大家好尷尬好丟臉 我姐聽到 然後我姐回家跟她說 媽阿迪剛說你這樣很丟臉 下次真的不要這樣 我媽今天早上要哭著跟我說 媽媽這樣很丟臉真的對不起你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昨天還被姐姐罵 什麼之類的 我說我只是開玩笑的 而且姐姐只是講講而已吧 你不要講這些來裝可憐好不好 我就出門 我正在捷運上面跟她LINE 那明明就是講講也開玩笑 你根本走心走成這樣子 不然以後大家都不要來後台好了 最後的語音是說 好媽媽之後會好好反省自己的舉止 反省幹嘛啦 什麼啦 你又幫忙說什麼啦 我還回那個愛心貼圖 而KID近日順利競神仁夫 身為好兄弟的樓 肯定是逃不過這類話題 樓你之前不是參加KID的旅行嗎 好 是 對不對 因為他昨天登記就對了 對 怎麼了 很開心啊 有什麼感想 呃祝福啊 祝福啊 跟真心祝福哥 我繼續去問啊 那你自己會不會想要 你講重點嘛 這樣就有標題下了嘛 那09你看完這個新聞 你覺得 你先回答完之後換09 順其自然 OK 這要講什麼 可以啊 可以 有好笑 誰會告訴我 就有稍微紅的眼眶 就沒有到哭這樣 對啊 就是很開心啊 那個心情是很開心的 然後現場的氛圍 真的是 就是非常的幸福 覺得素配 很配啊 我怎麼能講素胡配呢 至於豐澤日前傳出 看羅志祥不爽 他則表示是個天大誤會 也沒有特別跟主任聊這件事 相信他會知道 這不是事實